大同 师父 我向您忏悔 师父姐妹 我的脸发掉了 对不起师父 我向师父忏悔我习音的业长 一直坦诚吃慢语 杀到一望酒 对不起师父 就是不要去接触这个环境呀 你不要去接触这个环境呀 你就会克制自己的呀 朋友叫你说我们来吃个饭 你喝酒啦 他帮你带到个房间去 我们听听音乐 看看电视 你就上当了 听得懂吗 所以你不要去接触这个环境最重要啊 女孩子不能接触这种环境呢 听不懂啊 对不起师父 我向菩萨忏悔 师父弟子欲吃凶得太烂了 如果有说错话的地方 师父原谅 师父不给私办法会非常舒胜 然后法会期间 我慢慢去参加 师父梦里面还来加持我 我梦 我握到师父的手 师父的手 有点吐槽了 师父您辛苦了 嗯 自己要懂事情的 你自己不修的话 你自己最后是你自己吃苦啊 听得懂吗 嗯 你说别人会替你吃苦不了 不知道的呀 不会的 嗯 师父你指点指点我 我修得太烂了 对不起师父 忏悔自己愚痴 忏悔自己的不足 那是第一步 知道了要改 那是第二步 第三步才能证悟 才能悟到自己为什么出错的原因 那么这整个就是个修行的过程 明白了吗 嗯 师父 我有个梦想让您解一下 就是曾经 我梦到观世音菩萨 也是唯一的一次 然后有那个 他带了两个童子 我手上扯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我不记得是谁 是我妹还是我女儿 然后观世音菩萨说 你上来吧 然后我就说 洪海尔你快上去吧 然后我也不知道 这个洪海尔是谁 你自己看看了 你至少说跟你有点关系 你知道过去跟菩萨在一起的 你看你现在修成这么烂 完了你还想回到菩萨灭身边啊 很可怜的 你看看你自己 师父我从小到大梦里都是黑的 我以为我是小鬼投胎呢 嗯 你看看看 就是下去了呀 你的境界已经下去了呀 人已经下去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小鬼不小鬼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你要做人做鬼 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做鬼呢 整天在搞人家 弄人家 对不对呀 学了博还要搞人家 嗯 你说这种人学的是正法吧啦 你去看任何一个佛法 去搞人家的 他就不叫正法 你看我们经理法门搞人不了 师父 我莲花掉了 然后想去参加法会 我又不敢 我不知道是外环境 真正对我造成的阻碍 还是我自己太胆小了 没有愿力 自己吓唬自己 没出息啊 这叫没出息 没出息 你这种人嘛 就是这块料了 你受到环境的影响 你自己已经在懈怠了 你什么用了 你这个人们人生 为什么很多人能够成功啊 成功的人们就是有恒星呀 他认准了这条路 他走出来了 他就走出来了呀 很多人走错路了嘛 对不对呀 嗯 好了 你不要忏悔师父 我 我还有个 问题要挺到师父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我妈让我去信基督教 然后祷告 说对身体好 那时候小时候身体不好 然后 那个传法的人 有点偏差 他就是 要封 就是那个 就叫诽谤 那个佛教 当时我跟着他一起 我也对菩萨 有藐视的心理 后来 修行偏差 我还想去 阴间看一看 然后就喝了安眠药 后来被抢救过来之后 嗯 我知道 我是肯定是受报 然后 对基督教也蒙修 自己 有业长 后来就是 得了一干大三羊 差一点 就丧命了 后来呢 你看看你做鱼吃啊 还要想到下面去看看 吃安眠药 到下面去看看 谁叫你的 我当时听那个传法人 讲说有的人 哪一个 就传法的人 就活过来了 是哪一个人 就是当时 修基督教的时候 后来那个人 说是死于矮症 他诽谤佛教 就是基督教的 传法的人啊 对对 传法的人比较偏差 他就是比较偏低 然后我跟着他一起 那时候才十二三岁 脑子坏掉了 后来就是走火入魔了 对的 我跟你说 你学宗教 你要是没有正心正念 很容易走火入魔的 明白了吗 是的 有些人自己入魔了 还说人家是魔 听得懂了吗 嗯 你说 你说说人家不好的人 这个人能好到哪里去啊 对呀 才让你们了解 才让你们很了解的呀 对不对啊 你刚说才让不好的人 他能好到哪里去啊 坏人 对呀 太愚痴了 啊 师父呢 我许了一百零八遍的礼服 来忏悔这个事情 忏悔啊 好好忏悔啊 嗯 还够吗 够了 应该够了 还要再学 你呀 一辈子啊 你一辈子啊 我告诉你啊 你真的下来迷失方向了 你在那愚痴 他透顶啊 这你就无语了 真的 这种事情都能做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一点智慧都没有了 明白了吗 我越来越愚痴 是的 人不要做做畜生了 很快做畜生了 脑子绝对坏掉了 听得懂了吗 嗯 听得懂了 好了 嗯 师父 那还有什么要指点我的吗 没有 好好念经 每天念经 不要停 不要携带 嗯 听不懂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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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感恩师父 我自己业障 师父 您的 您的慈悲 无人能及 真的太伟大了 师父 我先生他不信佛 然后 师父还到我梦里边 给他治疗他的心脏 后来他心脏就舒服多了 当时在梦里边 他对师父 还打不洗礼 我很欺不过 我想 想 带他 叫师父忏悔 对不起师父 师父 您的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了 任何的慈悲 上几天 下几地 你要知道 你真正的慈悲 你不会拥有任何的挂碍的 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 我只是否认为了 我会不会拥有任何的挂碍的 我会不会拥有任何的挂碍的 感谢观看